工信部征求意见 5.7万亿板块营最强风口 锂矿农头纷纷涨停 低估值且业地持续高增长的概念古仅五值 原标题 工信部征求意见 5.7万亿板块营最强风口 锂电池板块持续爆发 其中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提出 锂离子电池企业及项目应符合国家资源开发利用 生态环境保护 节能管理 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要求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产业规划及布局要求 符合当地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等要求 近日召开电话会议称 锂价第三轮涨价这周开始 核心原因是年前备货 目前19.5至20万的价格 春节前价格看到25万 明年价格还会往上 中长期价格上不封顶 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回暖 全球动力锂电池出货量不断增长 未来出货量将保持15%以上的增长 全球锂离子电池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易于获得高能量密度 低放电率和长寿命 事实锂离子电池优于同类产品的一些关键特性 并有望促进全球市场收入 联湖体力涨幅于11月18日 冲上板块第一的位置 强势涨停等市盈率均低于20倍 数据保统计 西藏矿业等五虎年内涨幅超200% 等跌幅超过10% 数据保统计 市盈率低于30倍 且2021年 2022年 机构预测净利润增幅 均有望超过20%的购股仅有5只 分别是东方金工级德塞电池 其中洛驼股份已初步形成了锂电池研发 生产 销售 回收的循环产业链布局 厦门物业机构预测其今年净利润有望翻倍 公司的锂电池业务主要为 锂子电池正级材料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为骨酸锂 一股猛三元材料等